到时候他就知道你这部汽车是谁的 比如说是潘院长的 那么潘院长的银行号码是多少 他停了多少时间 钱他就给你扣给 上车就开走了 但这个呢在美国不行 美国认为他侵犯隐私权 他如果去会情人的话 他马上就知道 你这个停车的地方 为什么你老停在这个地方呢 对吧 所以这个呢有一点争议 但是在北欧 他在德国已经开始使用了 这个物联网在智能交通当中的应用 主要是控制交通流量 告诉你识别的情况 斯德哥尔蒙呢通过这个办法 把交通流量降低20% 等待时间减少25% 尾气排放降低12% 所以我们现在北京这个汽车线码呢 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纪界 如果说你科技技术高了以后 你本身用这个物联网把车子一弄 他不走那个堵的路 他也许交通也解决了 因为他解决了20% 而且尾气排放也减少12% 所以这个呢 科学技术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个物流网当中的应用 前面我讲了 我马里斯我就不讲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中国物流的成本 要占到GDP的18% 因为中国都是层层搞小仓库 就是一GP发展 二GP发展 三GP发展 我们这个物流啊 不畅是一个大的问题 我们也有成功的例子 Costco就是中国海洋验书公司 采用信息化管理 把海外的分销中心 从100个减少到40个 降低成本 减少了这个燃料的用量 大概四分之一 就是他这个海运的船 集装箱 比如说我是到了希腊 我要到雅典 我要卸下多少集装箱 再装几个 原来不知道 要那里分公司的人在那里 给你理单理货 现在他都可以通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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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网络来进行 第四个呢 就是调整能源结构 发展核能与可再生能源 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一个基础 因为能源还是基础 我们中国的这个能源呢 现在为止 还有70%是煤炭 这个是我们的资源禀赋造成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不丰富的国家 那么不同发电的温色集体排放大概是这样 煤呢 是从260到350 大概这么一个范围 就是效率好和效率低 现在我们淘汰了落后的小机组以后呢 大概都能在320左右 石油呢 是在200到250 那么太阳能 水力 生物质能 风能 核能 碳排放最少 还是核电 当然这个核电的发展 在成熟的技术 安全可靠的基础上 发展自主设计 我们现在是百万千瓦的药水堆的核电站 就是二代半吧 二代半的核电站 但是这个 日本的核电的事故呢 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就是核电的悬址要非常的稳妥 核电的悬址要非常稳妥 另外呢 防护的预案要早做 不能等到出来问题再来考虑 那么 尽管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放慢了核电发展的速度 要再认证再安全 那么王校长就昨天在 大洋湾核电站检查了以后 凌晨飞回来的 所以他还回去休息了 那么 大家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说 就等于电刚才刚出来的时候 经常电死人 在上海马路上 有人光着脚走路 那时候的油轨电车 回路是地上一根轨道 一脚踩上去 怎么样出电 倒觉得这个电很危险 但是你终究挡不住这个势头 用电还是比较干净的 所以大概2007年 我们的核电占1.2% 20年的时候呢 规划到5% 中间曾经一度呢 要提到7% 现在也回到5%左右 那么30年的时候呢 大概10% 当然未来的 这个最清洁的能源呢 是核聚变 现在我们讲的核电产 都是核裂变 这个核聚变是 刀到川的聚变反应 也就是太阳 太阳这么大的能量 就是刀到川在变化 我们每一升海水里面 还有30毫克的刀 通过聚变 可以释放出相当于 3000多升汽油的能量 那么 现在如果把海水中存在的 45亿顿刀用于核聚变 那么我们大概可以 未来11年左右的 几十亿年都可以 那么这是一个国际合作大项目 叫英特尔项目 在法国 我们中国呢 要出10%的钱 将来我们可以拥有 这个专利技术 我们国内呢 也有一次队伍 平行在研究 平行在研究 风轮的技术呢 现在日趋成熟 所以风电的技术在加快 但是风电里面 最核心的技术呢 就是这个 这个蒋轮 这个蒋轮啊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如果说 这个五个千瓦的 这个风轮发电机 不是不是对不起 五个兆瓦的 就零点五万千瓦的 一个风电发电机 那么它的一展是多少 是一百二十六米 而现在我们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A380 它的一展只有八十米 所以这个一片 它这个悬壁层中的重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要用碳复合材料 而且我们现在国内 做这个碳复合材料 我们的碳纤维能做到 T300 T400 少量的地方 我们曾经释出来 T700很不稳定 所以要进口这个碳纤维 现在外国的碳纤维供说 你拿到外国的订单 生产多少风电发电机 我进口给你多少碳纤维 它要查 最后 你必须出口 它怕你军事上用 主要是怕我们的飞机要导弹上用 中国的风能资源 在深蓝州的这个地方 主要在西北 河西走廊的西口 和内蒙古的西部 中西部 那个发电量是非常可观的 这个数字我就不说 太阳能的资源 大概也集中在 这个青藏高原 和个别滩地区 这个太阳能的最少的地方 就四川盆地 四川的这个365天 有250天左右是阴雨 所以四川女孩子皮肤特别白 因为它缺少阳光 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能够把 2%的戈壁荒滩的 以及全国20%的屋顶上光 光伏发电的 燃发电量呢 可以达到接近三万一千瓦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分之一 但这个是不可能 这只是假设 那么工程院做过一个 能源的中长期战略 就是我们发展低碳经济 绿色能源的一个路线图呢 大概是这样 包括水能在里头 含水的再生能源 在2010年有可能达到10% 2020年呢 就是16到23 2030年呢 30 2050年呢 接近45% 最后呢 我想说 要创造一个低碳经济的生活方式 是实现我们国家 绿色发展的一个根本保证 因为我们用户啊 终端的有很大的放大效应 所有的 比如说以燃煤的电站为例 用到用户的有效输出 只有产出来煤炭的能源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因为它开产运输 煤电转化 输配电都需要能量消耗能量 所以你终端省了一度电 等于你省了四到五度 这个发电的煤 汽车也是一样 终端的放大效应非常大 我们如果分解一下 一辆汽车行驶的能量的话 只用了那个燃油的能量的百分之二十 行驶以外的损失是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 所以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汽油剂的工作效率 要减轻车子的自重来进能 但是更重要的我看还是要少用汽车 能够走路的地方不用汽车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效忽 汽车产业地上化的发展战略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欧洲是走得最快的 到2020年呢 就是要减掉百分之四十一 中国其实也是蛮快的 中国要减掉百分之二十九 当然我们的起点比较高 美国是原来最废油的一个排放最大 其实排放最大的国家 那么它也减百分之二十七 日本呢减百分之十六 另外一个我想 今天来清华呢 正好有一个江义院式的一个材料 就是建筑技能是颇在美节的 一百年以前的清华学堂这个房子 是当时是美国人设计的 它一年一个平方米的能耗只有三十四度点 只有三十四度点 后来到一九九五年 北京市的某一个尾办的办公楼 它一个平方米一年的能耗是一百一十三度点 差不多增加了三倍 非常惭愧 我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批准建的上海经贸大厦 也是美国人设计 这都是美国人设计的 我不讲这个不是说中国人什么不好 都是美国人不好 都是美国人设计的 好也是他 坏也是他 这个上海经贸大厦呢 每一个平方米一年是二百一十五度点 但是幸好我还不是最差的 美国U-Pen 就是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Pen的这个主办公楼 是二零零六年完工的 它的每平方米 每年的能耗是三百五十六千瓦 差不多是每平方米一天要好一度点 所以说技术先进的办公楼 它都不健能 这个老式的办公楼 它倒很健能 新式的办公楼 它就居然高十倍 说明我们的建筑师 在追求 这样的新颖怪异的同事 可能缺少一个 绿色发展的概念 今后在审查这些设计的时候 也应该把这个问题放进去 为什么呢 到二零三零年 我国的城镇化呢 将引起中国所有建筑的面积 再增加一倍 也就是二十五年 我们还要再造一个中国 你所有因为城市都在扩大嘛 你进来人都要住房子嘛 所以我们年均要增长大概十亿平方米 那么这种情况下 建筑的技能就非常的重要了 现在不大有人看建筑的技能 很多人看到的是汽油啊 是什么这个等等 同时呢 建筑的技能里面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照明技能 因为我们这都是照明 这个全球这个照明技能呢 欧洲是领先的 欧洲的这个超市里面 已经不准用 已经不准卖那个白纸灯泡了 都必须卖这个LED的这种技能灯 那么如果LED 照明占全国照明市场的三分之一 我们不说百分之一 每年介入的电 就是两座三峡水电站华的电 三峡电站我们投资是一千五百亿 那这个就是三千亿进去了 所以北京市呢 对北京的市民用LED照明的是给补贴 因为这个灯泡呢 是普通白纸灯泡的十倍的钱 那么经过补贴以后呢 基本上和原来价钱是一样 那么当然 我们在信息化对建筑的技能 也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 我们现在如果说用信息的话 信息化呢 来监控住宅房子里面 建筑里面的照明用点等等呢 可以节省大概百分之三十 最后我想 简单的说个技术语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快速发展的时间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使中国的排放呢 二氧化碳排放处于世界前 但我们的人均排放还是大到地域发达国家 因此中国应该承担 共同带有区别的减排责任 第二 传统产业的阶段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 是走向低碳绿色发展的第一步 发展先进制造技术 采用物联网 是走向低碳经济的一个突破点 第三 调整能源结构 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是建设低碳社会的基础 第四 创造低碳建能的生活方式 是建设低碳社会的根本保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